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 我们首先低头祷告 诗篇67篇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给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久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果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 愿万人都称赞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地的四季都要敬畏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 谢谢你 在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时候 我们真的向你先生 感谢和赞美 即使在疫情当中 我们的心里 也充满了对神的感恩 赞美 谢谢主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赐过你的话语 你借着的圣灵 让你的话语解开 就发出亮光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蒙光照 谢谢你 你借着你的话语 向我们的心灵说话 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们 由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灵祷告 阿们 从这学期开始呢 我们讲雅各书 西部来书以后的 七封的书信呢 都成为普通书信 我们今天呢 讲的雅各书呢 是新约书卷 成熟最大的一本 大概呢 是写在公元的 45到48年 我们首先看我们今天的 经文的第一节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 仆人的雅各 请散住十二个 之派之男 这个作者呢 自称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 仆人雅各 新约里有四个雅各 雅各 书的作者呢 一般认为是 耶稣的弟弟雅各 耶稣有四个弟弟 雅各 约西 西门 尤达 雅各呢 是罪长的一个 在耶稣死前呢 耶稣的弟兄们 都不信他 他们甚至讥讽他 说他 癫狂 雅各信主以后呢 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中的领袖 他和彼得 约翰 并成为教会的主持 雅各本来可以 称自己是 主耶稣的弟弟 但是呢 他却自称是神 和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把神 和耶稣基督并列 因为从前 他不认为 耶稣基督是神 耶稣复活以后 曾经亲自的 向雅各显现 现在他承认 耶稣基督是神 并且因神 做主 耶稣基督的仆人 显明 他对神 对耶稣基督的顺服 天卑和衷心 请散住 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恩 雅各书呢 是写给散住 罗马各地的 罗马帝国各地的 犹太基督徒 你说作为犹太人 这些基督徒 被外邦人排斥 而作为犹太的基督徒呢 他们又被自己的同胞 所排挤 在信仰上 遭遇逼迫 经历 艰难的试炼 生活上呢 大都非常的贫困 受穷人的压迫 所以呢 雅各在这时候 鼓励他们 在试炼中 保持 对神的信心 今天我们得敬问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信心的试炼 我们在讲 这个题目时间 题目之前 我们首先看看 试炼和试探 十二节 十三节 那里说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 必得生命的观念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其实雅各书十二节里面 试探原文的字呢 也是试炼 我们在这里呢 又看到两个字 就是试探和试炼 试炼呢 是从神而来的 而试探呢 是从魔鬼来的 试炼呢 大多来自于 我们外面的环境 比如说 我们信主以后 受到环境上的逼迫 试探呢 却是魔鬼 透过人内心的私欲 诱惑人 犯罪列导 所以圣经说 我们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比如说 你挣缺钱的时候 有人给你出个主意 做一笔 不合国家法律的生意 又比如说 一个人 一个信主的 想找对象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而这个人 却是拜偶像的 你本来知道 你信主 不应当和拜假神的人 结婚 可是你还是 禁不住 忍不住 喜欢他 去和他约会 其实这个就是 魔鬼的试探 千万不要落在 魔鬼的网络里 神是借着试炼 考验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生命成熟 让我们得到祝福 而魔鬼 却是借着试探 叫人犯罪跌倒失败 结局就是死亡 所以说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生 就生出死来 但是试炼和试探 这两次 有时候并不容易 严格的区分 因为两个呢 都是源自同一个字根 有时候呢 甚至可以互相转化 我们首先看看 我们面对试炼 应有的态度 第二件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很多人天真的认为 信了主以后就万事大吉了 耶稣是最大的神 我们信了主 成为基督徒 有了主的看護 生活就会一帆风顺 每天有主的平安 今生有喜乐 将来上天 可是现实的生活中 并不是这么简单 弟兄们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对身的信心 都是要经过试炼的 当试炼来到的时候 你会是怎么样的反应 我们很多人的反应 可能是惊讶 主啊 我不是信了你吗 信了你 你为什么还让我遭遇 这样的难处 你知道有的人 从来没有心理准备 接受试炼 真的有一天 当他的信仰 面对考验 生命经历挑战 然后困难的时候 他就开始埋怨 甚至放弃了信仰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信心是需要面对很多试炼的 可以说试炼 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 那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誓言领导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雅各说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百般的试炼 是说明试炼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物质上贫穷 艰难 困苦 身体上有软弱 疾病 信仰上有逼迫 内心里常常面对很大的压力 这些大都是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来说也是试炼 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儿女不听话 常常我们会在试炼中 牦练很多年 尤其是你照顾一个不体贴人的人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连婚姻也是神对我们的试炼 我们常常久之于对错之分 他怎么不爱我 他怎么样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他怎么样伤害我 他不给我道歉 我也不会饶恕他 我们一直都活在分别树的理念 吃的是知识树的果子 没有活在生命里面 没有活在爱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婚姻也是神对我们的试炼 我们知道神是神 叫他对你不好 要看看你的态度 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爱 有没有基督的饶恕 有没有基督的生命 神一试炼 就把我们的真相显明出来了 我们里面装的全是自我 全是苦 全是垃圾 所以说婚姻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也是一场试炼 把我们里面的真情显露出来 你知道你太太不顺服你 是神叫他不顺服你的 看看你心里 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爱 即使你的太太不顺服你 你还是能不能爱她 你先生不爱你 是神叫他不爱你的 看看你是不是顺服神的话 当先生不爱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能够顺服他 这一考验怎么样 我们就露了馅儿 婚姻也是一个试炼 是一场考验 只可惜我们大多生人 都考试不及格 不过关 试炼是检验我们信心的 有个肢体 他的家里是服侍神的 他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心 是非常大的 觉得自己非常有信心 可是最近呢 他说我走到流泪谷了 我的肝功能严重的受损 基住炎 基住测腕 他的配偶呢 也有什么病 好很重的病 他的爸爸呢 是直肠癌 每个人都在吃药 不吃药的 也在疼痛之中 感觉在家里 破坊 烂网 墙员倒塌 感觉到心如死灰一般 不知道 到底 哪里出了问题 当他看到 爸爸 得了癌症 自己和爱人都重病缠身 击打和灾难 同时来临的时候 他经有的那点信心 就当然不存 试炼 让我们显出 我们信心的本相 只有通过试炼 才显出我们 到底有多少的信心 你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是服侍神的 我们是 在神与魔鬼的征战之中 神不会让他的儿女 失败 修了他的灵 可是当他看到 这样尽快的时候 他在心里说 哎呀哎呀 完了完了 这个家快完了 真的完了吗 没有 只要神坐在 他的宝座上 掌权 我们就不会走到绝处 谁说完了呢 我们听错了 我们听的 不是神的声音 我们听的是 魔鬼的声音 你只要 对神有信心 事情就不会是 以这样的结果结束 如果我们真的看到 在试炼之后 神要给我们 大的祝福的话 我们恐怕 连笑都来不及 为什么不笑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你知道 我们的信心 不仅是遭遇试炼 而且越是神所拣选的人 越是经历 百般的试炼 各种各样的试炼 但是我们知道 不管哪一种 遭遇哪一种的试炼 都是神所允许的 耶稣说 如果没有神的许可 我们连一根头发 也不会掉到地上 所以说 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 我们都不用惊讶吸气 好像是神出差寸 要知道 我们生命中经历试炼 是不可避免的 早晚会出现 约伯说 人生在世 必欲患难 如同火星飞刀 人生在世 既然艰难和试炼 不可避免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它呢 雅各提醒我们 当我们落在 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 不禁不要习气 而且要以喜乐的心去面对 不禁说要喜乐 而且还有一味什么 大喜乐 尤其是 当我们为信仰 经历试炼的时候 我们看看 下面看试炼的目的 第三节 因为知道 你们的信心 就是忍耐 但忍耐 你当成功 是因为成全完备 毫无欠限 神试炼我们 神试炼我们什么 神试炼我们的信心 为什么神允许试炼 艰难 困苦 重担 临到信靠 祂的人身上 因为神 是用这些试炼 来成全我们的信心 这个试炼 原文是指的金银 被火熬炼之后 能够除去杂质 变得更加纯清 所以彼得 在彼得前书 一到六 七节那里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有头 教你们的信心 即被试炼 就比那被火试炼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知道金子是需要经过 如火才能被炼净的 而且火力越猛 金子在火中的时间越长 提炼出来的金子 就越纯净 越宝贵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得起试炼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试炼中 洗 你知道试炼本身是一种很苦的事情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试炼常常让我们感到忧愁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忧愁是暂时的 当我们用信心 喜乐的面对 这个试炼的时候 神就是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眼睛 看待试炼的话 我们的心就会消沉 我们就会怨天尤人 毫无盼望 但是要知道 我们的试炼都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对神要信心 这个信心给我们盼望 这个盼望 因着信心而胜的盼望 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 困苦和患难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 来看待试炼 只有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 看待我们所生活中 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才会在神 是看到神 在试炼我们背后的美意 和神给我们预备的福气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 你的信心经过神的试炼吗 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神 借着试炼 是为了帮助我们 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成全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成为完全 完全的不是完美不缺 而这里说的完全呢 是指我们的蜀灵的生命成熟 我们有丰盛的蜀灵的生命 不论在蜀灵的智慧 能力 爱心上都不缺乏 这就是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的意思 换句话说 试炼能够帮助我们在蜀灵上 成长到成熟的地步 满有基督 长成的神量 你想在蜀灵上 能够很快的成长 你想更深的认识神吗 你想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吗 如果我们要想 让我们的蜀灵的生命成熟 那么我们一定会面对各样的试炼 你知道 你面对的各样的试炼 都是神用来帮助你的生命成长的办法 你要是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风浪 他没有面对过苦难的考验 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在家里天天吃喝打游戏 他即使到了30岁 他也不会长大成熟 真正的成熟不在乎年龄 也不在乎学历 而是他在乎他人生的经历 和他对人生的体会 你知道 每个人成长的过程 都是极其艰难 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经历这个过程 基督徒的成长 也是同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的信心 必须面对试炼 只有通过试炼 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成熟 你记得在马太福音 十三章 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 为什么能第二种的土地 解不出果子来呢 十三章第六节说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酷干 这里说的日头 就是我们所说的试炼 你想想 这些人跌倒 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 日头晒的缘故 如果我们常常想 如果神不让他们经历试炼 他们不就可以平平安安的 进天国了吗 不是这样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二十一节 很清楚的告诉你 说他们 指引他们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使味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 他们跌倒的原因 不是因为试炼 而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根 你知道所有的植物 都需要日头 都需要阳光 才能成长 这个太阳 不仅不是他失败的原因 其实太阳本身 还帮助一个植物成长 帮助他深深的大根 你知道当一棵植物啊 面对猛烈的太阳 光照的时候 他为了生存 他就向防舍法的 把根伸展到土地的更深处 寻找水源 好叫他能够抵挡烈日的暴晒 同样 信心的试炼 也是这样 不管是患难 还是逼迫 都是神 用来帮助我们 在属灵的圣灵上 深深的大根 更深的建立 和神的关系 以至我们能够 向上大根 向上结果 因为当我们的圣灵 出在试炼的时候 我们就会竭力的寻求神 竭力的祷告 寻求神的话 我们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 当他们在遭遇试炼的时候 他们经见神 读神的话 祷告 结果最后呢 神带着他们经过难关 在困难中 他们经历了神 成为他们的试炼 成为他人生 不可多得的经历 你知道试炼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不是容易成熟 当我们 用信心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神 每一次的经历 就能增加我们的忍耐 去面对新的试炼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圣灵呢 就慢慢的被神改变 走向完全变得成熟 所以说 当我们身处试炼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雅各劝我们 要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试炼的理念呢 转到神的身上 我们要凭着信心 向神祈求 不疑惑 所以雅各书的一章五节 六节那里说 你们中简若缺少智慧的 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也不疑惑 因为呢 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澜 被风吹动翻 所以说我们在信心 在接受试炼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 转到神上 神的身上 不再 不要向神疑惑 在信心当中 向神祈求 执求 最后我们看 试炼的结果 十二节 说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 必得生命的观念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我们刚刚说过 十二节试探这个字 原文呢 也是试炼 所以新一本 把这一节翻译成 能忍受试炼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 必得到生命的观念 这观念 是主应许给 爱他之人的 这个观念呢 是指的运动会中 颁发给得胜者的花冠 就像全国产 他经过了艰苦的锻炼 忍受了很多的 每天跳水 那么多的艰苦的训练 承受很多的压力 最后他能得到 奥运金卡一样 神也会为那些 忠心的经历过试炼的人 赏赐他们 我们基督徒 在忍受试炼之后 必能够得到生命的观念 得到生命成熟的喜乐 就像保罗一样 就是保罗 他一生为主 经历了很多的磨炼 但是直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还是在经历 很大的试炼 到他最后的时候 神并没有给他 在罗马城里 给他盖座别墅 让他告老翻向 安享天年 却把他送进了 罗马的监狱里 当他在监狱里 面对着孤独 监禁 被人撇去的时候 他没有消极沮丧 他能够喜乐的说 我现在被交点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在期间 他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先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 凡爱母他 显心来 你看保罗 他在试炼中 他的眼光 超越了寒冷 潮湿 阴暗的监狱 他知道他的命运 没有掌握在 罗马皇帝 尼路的手中 而是掌握在 他从服侍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手里 耶稣决定他的将来 他不仅看到了 他的荣耀 也看到了 那个荣耀的观念 就是神给他的赏赐 戴德生也是这样 你说戴德医生呢 为主在中国成就了 很大的事故 到了年老的时候 他的生活中 还是面对很多的难处 具体什么样的难处 我忘记了 可能是 他妻子真意的健康 出了问题 别人就问他 说你为了神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和牺牲 为什么神 是吧 这么对待你呢 你知道 闻到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会这样的困惑 神啊 我这么努力的服侍你 你怎么不忧待我一点呢 但是戴德圣 没有这么说 他说 这是神 在他的人生中 最后的一个试炼 你知道我信仰的旅程 就像一场 马拉松赛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观 一个观的度 你知道戴德医生的灵力 非常的敏锐 他看穿了魔鬼的鬼情 他对神没有任何的苦度抱怨 他知道这是 在他进入荣耀 进入荣耀前 在得到那个神的赏赐 和冠冕前 他必须进入考验 他必须通过 是最后的一关 如果那些个 在神的面前 替戴德圣打抱不平的人 看见戴德圣 经过着最后的考验之后 要进入何等他的荣耀 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 愿意经历那么多的磨难 可是呢 可惜的是的话 可惜的是呢 我们每个人都看不见 我说过 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一堂考试 神在一项一项的考验 我们的信仰 也是从小学到中学 再到大学 从博士到博士 从硕士到博士 一级级的进程 说实在的 我们很多人信主很多年 可能很多人在信仰上 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我们每个人 能够弱科不同 有的人在钱财上过不去 有的人贪爱世界 信主以后放不下世界 拼命的抓 挣得总不嫌多 如果我们在追求神的事上 那么渴慕就好了 我们读圣经 总觉得读不够 祷告亲近神 总觉得不够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忙忙碌碌的世界上 圣经读不了两章 就打斗 祷告不了几分钟 打哈欠 有的人爱慕虚弱 有的人贪恋肉体 有的人跌倒在感情上 有的人跌倒在婚姻上 你知道现在的社会观景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试炼 在大陆 传统的婚姻观念被打破了 很多人完食不顾 即使基督徒也不例外 他们效忽外般人的行为 不珍惜神被他们安排的婚姻 不仅男男士是这样 有的时候女的也是一样 他们不爱自己的丈夫 把感情转移到别的人身上 圣经上说 这就好像鸟 抱不是自己下的蛋 像这样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他终究成为鱼丸人 有的人跌倒在儿女上 有的人跌倒在家庭里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现在的难处 其实都是神在试炼我们的机会 我们都在接受考验 你知道我们只有通过了这个考验 我们才能升级 如果你在任何的一项上 不能胜过的话 就是在神给你安排的这个试验里 你不能通过的话 你就只能在远处打断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位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 一直为吃喝抱怨神 他们的信仰的生活 一直都是围绕着陆地的需要 看不见神的美 结果就是在旷野里一圈一圈地打转 既回归了埃及 也进不了迦南 最后六十万人 失手都倒闭了旷野 除了约束亚和加勒以外 没有一个进应许之地 这是多么深刻悲惨的教训 不要做那样的人 我们要求神 从神那里求智慧 求神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积极地面对我们的生命中 成长需要经历的试验 弟兄姊妹 我现在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神给你的试验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试验 如果你现在在试验的里面的话 不要害怕 你知道在神每一次试验的背后 都一个莫大的祝福 所以雅各在这里说 当我们遇见试验的时候 我们要有大喜乐 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试验 领导我们的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它 当我们面对试验和考验的时候 不要埋怨神没有恩典 不要说别人没有爱心 更不要自怜 觉得自己命苦 这一切都不能帮助我们生活试验 只能会让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雅各告诉我们 在试验中 我们要把我们的 目光来转向神 求神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面对 如果我们有数量的智慧 明白在试验的背后 神要资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 目的是 让我们 接着试验 是让我们更像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成熟 所以耶利尼书29章 十一节那里说 神向我们所怀的一念 是自平安的一念 不是将在乎的一念 要叫我们 幕后 有之光 好 我们感谢主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 我们感谢 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的信心 都是需要经过试验 求你帮助我们 以喜乐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生命中 所经历的一切的试验 我们指的这些试验 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 让我们属于的生命 更加完备 成熟 毫无缺陷 主啊 你借着这个试验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像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在试验当中 让我们用积极 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试验 让我们的眼目 来转向神 求你赐个我们 智慧和力量 过得胜的生活 让我们来承受 神所预备 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